上回书咱们说到 北侠秋天秋北雨 站在泪柴之上 看着东看台 他想起镇东下 侯廷侯阵远的所作所为 他当然生气 八十开外的人 遇见双方徒弟 办出这样的事来 那么岁数大的师父 就应该处理说何调停 不应该把事 在望起机 其实 镇东下侯廷侯阵远 并不是像秋天所想的 侯廷侯阵远 名为镇类 实际上是帮着王爷跟同林 捉拿韩宝跟吴志光 请回国宝 到了擂台之后 镇东下侯廷 不愿意坏使包张望上去 结果张望上去 伤了人命了 他也没想到同林 滕海川 这掌下去这么狠 打得这么重 把法缠给打了 师兄挤到这儿来 请南侠司马空 那也是铁扇仙张顶张姿美的主意 所以侯廷他心里是冤枉的 侯廷在东看台上往擂台上求 虽然他听不太清楚 但是他也看明白了 这北侠秋田跟同林可能是有关系 同林跪倒在地 而且南侠司马空上千十里 北侠跟他双双抱住 镇东侠一想 秋田脸上这么难看 往东看台瞧就瞧的是我呀 我镇东侠侯廷侯着远 不借此机会 让老哥哥下下气 我还等什么呀 侯廷确实是一个好人 侯廷纵身行下了东看台 然后一掌腰飞身上擂台 扑通一声 跪倒在老侠秋田面前 秋老兄 千错万错是小弟 一人之过 请凶肠原谅 俗话说得好 人寿一句话 佛寿一炷香 堂堂的圣守昆仑镇东侠 八十开外了 胡子都白了 成了名的老侠客 在擂台之上 东西看台南七北六十三省的各路英雄 还有看台底下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这是千人瞧万人看 侯廷跪在老侠秋田的面前 给秋田磕头说好话 杀人不过头点地 北侠秋田是一位忠厚长者 能没完吗 赶紧屈膝一跪 双手一抱 贤弟呀 请原谅 欲凶年迈张狂 这边是司马空 这边是佟林佟海川 两个人就把老哥俩掺起来了 侯廷 二目落泪 双手抱拳 求老哥哥 事情完美 以后细饼 请您先带朋友 回归标局 小弟一定带黄灿给您去赔罪 不 贤弟你说的不对呀 这件事是由攀龙引起 罪在攀龙身上 贤弟 海川哪 你们陪着司马道也回归标局吧 于兄带攀龙前去赔礼 攀龙啊 师父 宣布擂台完备啊 拆棚付款 回归标局 是 咱们叔不说废话 双方各自下擂台 北下秋田秋佩宇 回到标局之后 望着一坐 用手一指 攀龙 你把你的上衣脱掉 托尔遵命 攀龙扑通一声 跪倒在师父面前 老侠客双眉倒树 虎目原正 银然漂白 用手一指 攀龙啊 攀龙啊 你跟黄灿 你们两个人孩童其手啊 怎么见利妄义 挑起争端 杀人流血 今天 威师我要责罢于你 秋老侠用金条打 打了四十几仗 往这吉宁倍上打呀 这吉宁倍 皮薄肉少啊 大大攀龙 鲜血之流 旁边站着南七 北六十三省的各路 英雄好汉 还有标吉的火 去标示 谁敢劝呢 老爷子秋田秋配 这一辈子 要能力有能力 要人品有人品 怎么能如到自己徒弟 办出这样的事里 再说 标局的人 有死的呀 为这点事 死成人命 老侠秋田 打完了这四十几仗 望着一坐 来啊 把金条 绑在攀龙的后背之上 谁给他捧着衣服 有人按着老爷子话办好了 秋老侠可站起身形 抱拳兵手 众位英雄 既然是我的徒弟 把你们请来的 请陪着老夫我 本金龙标局陪礼 大家伙能不跟着吗 直接告奔黄灿的标局 咱们输回头 再说镇东侠 侯庭侯阵远 侯老侠可 司马空还有海川 下了擂台之后 回到看台 把经过就禀明了网影 大家听着都高兴啊 这事能压下去了 秋老侠可 真是个好人 忠厚长者 大家陪着王爷 陆思江镇等 班杨上马 回归标局 这道上海川就详详细细的 把经过又说了一遍 王爷高兴 来到标局 下了马了 有人接过马去 陪着王爷来到客厅 刚坐去 进了一伙计 来到侯庭面前 老爷子 听说秋老侠 打了攀龙四十几仗 带着攀龙前来赔礼来了 哎呀 震东侠侯庭赶紧站起来了 王爷 北侠这么做 我也应该打黄灿去请罪 慢 拥亲王摆了摆手 侯老侠呀 你们武林当中的事情 我不懂 但是本决也要为黄灿 说句公道话呀 这件事情黄灿没罪呀 将来见到秋老侠口 您不好意思说 本决必要说清此事 为了稀释宁人 也不能滥则无供 老侠可千万不要着急 大家伙认为 王爷的话全是对的 王爷跟武林当中的人 看法就是不一样 前面咱们说过 拥亲王印针将来能当黄手 拥正皇帝 他是搞政治的 他不是武林当中的人 他自有他的看法 这时候有人进来了 侯下可言 飞龙镖局秋老侠 带着所有的宾棚 压着潘标主父亲请罪到了 跑去王爷之外 大家伙全站起来了 侯老侠在前边带到 大家伙跟着来到门外攻后 一看 一看秋老侠 压着潘龙后边带着南七北六十三省的英雄全到了 侯震远赶紧迎上前去 秋老侠抱拳兵手 震远赶紧迎上前 侯老侯震远赶紧迎上前 爬到秋老侠 秋老侠面前 伯父您千万别生气 只要您不生气 怎么严厉的责罚侄儿 侄儿都愿意受 秋老侠也得给自己徒弟个面子呀 把脸往下一沉 黄殿 黄残 你起来 你跟你哥哥攀龙 你们两个孩童厮守 到现在 见利而忘义 死了多少无辜之人 就是你们两个人之过呀 攀龙无事生非 你这孩子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本应该重罚于你 你的村还不算太大呀 还不过去给你哥哥借个礼吗 黄残没起来 爬着过去 来到攀龙面前 哥哥 原谅小弟吧 是小弟我的不对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哥俩想起小时候一块玩 从来没闹过口角 看看两位恩师 哥俩是抱头痛哭 黄残给攀龙擦眼泪 哥哥 说句良心话 您说 是怨您还是怨我 只要您说这件事怨小弟我 那就叫师大爷 狠狠的咒我一顿 那攀龙脸还不红吗 瞪了黄残一眼 贤弟 这事全来一凶还不行吗 多了 老侠张鼎张子美 南侠司马空 海川全都过来劝 给掺起来 大家伙儿互相赔礼道歉 这时候王爷迎出来了 后老侠客呀 给本爵介绍一下吧 镇东侠侯镇远 就跟邱老侠说 老哥哥 这位就是兄弟同龄的东家 当今万岁 康熙老佛爷的 第四皇子 拥亲王爷 邱老侠赶紧跪下了 草民秋天拜见王爷 王爷很爱秋天 伸手把秋老侠客抱住了 老侠客呀 您德高望重 本爵 赵文大名 今日一见三生有幸 岂能受力呀 把邱老侠客掺起来了 邱老侠客后边的这些人听明白了 感情这位是王爷 跪倒在地给王爷磕头 攀龙也过来磕头请罪 王爷用手一指 邱老侠客请吧 大家簇拥着王爷来到客厅 分宾主落座了 有人献上茶来 茶吧个人 王爷看着秋天 老侠客呀 众位侠义都在这儿呢 南侠 你北侠 还有镇东侠 我看岁数最大了就是您了 得了 您就给双方调停一下吧 秋天 就跟庸亲王说王爷呀 这件事您是亲眼目睹的 王爷 您的口谕 我们都得听 就请您给了结此事吧 镇东侠侯廷 南侠司马空 铁扇仙 张鼎 张自美 连苗泽 全都站起来了 王爷 这件事您就给了结吧 好啊 王爷站起来了 既然你们都愿意 本决就给你们调停此事 王爷 您啰嗦 王爷坐下了 潘龙 黄灿 王爷 我们在这 你们两个给我仔细听着 本决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啊 你们就说出来 别说我是王爷 你们就不敢说 先说你们俩谁是谁非 我看哪 黄灿 黄灿跟潘龙 你们两个人从小在一起长大 黄灿开了标局 你潘龙也想干 你既然想干 就应该来找黄灿 哥俩商量 在一条街一块干挺好啊 嘿 你非得单开一号 啊 你这是逗气啊 我看黄灿不错 他不但没不高兴 反而给你挂红水里 这可是黄灿第一次让你 对不对啊 啊 王爷您说的太对了 这第二次让你 就是因为黄灿包下余贴 你也去包 黄灿又让你 两个人一边一半弧面 嘿 没想到你们非龙标局 越境不渝 人家黄灿第三次相让 看起来是地人胸不宽啊 才酿成大事 潘龙本觉说的对还是不对啊 王爷您说的太对了 我对不起我兄弟 确实不为赚钱就为斗气 请王爷您降罚 哈哈 我说呀 罚本觉是一定要罚的 你认错就好办 怎么办吧 从明天起 你们双方的标局暂不营业 把账目清理一下 黄灿啊 在 潘龙 在 你们两个人 各找出一个 半是公正 而且半是麻利的人 把双方有关标局的动产 不动产 折合银两 如果说金龙是十万两 非龙是八万两 那么潘龙 你再拿出两万 资本平均之后 把非龙标局 金龙标局 经官府注销 然后呢 重新报一个双龙标局 赔赚各一半啊 利益均摊 潘龙啊 你当这总标主 黄灿 你当副标主 有关标局的事情 两个人商量着办 哎 本觉的意思 你们两个人 乐意不乐意 黄灿一听挺高兴 我愿意 潘龙说 王爷 您跟我们日期太短了 要说 论起言谈话语类 我可不如我兄弟黄灿 做买卖 我也比不了他 王爷 您就做主 让我兄弟当的总标主 我当副标主就行 不对 潘龙啊 我可不这么看 你虽然笨点 但是你憨厚 黄灿能干 啊 你就当这总标主 黄灿 就当这副标主 北辖秋天一抱拳 王爷 您说的太对了 我得有句话说 老侠客 有什么就讲 王爷 您说的话 全都能照办 可是 这里边有一个人 绝对不能留 哦 不知老侠说的是谁 就是白亮这个奴才 王爷 您是不知道吧 草民我绝不 袒护我的徒弟潘龙 对黄灿 贤侄这件事 每件坏事的主意 都是白亮出的 真正的罪魁祸首 就是他 潘龙是耳根台子软 现在他们两个人 尊您的口语和好了 可是要把白亮留下 他可是个害群之马 能把这买卖搅黄了 把这两个人给弄坏了 王爷 把白亮轰出去 您可不能心词面软 好啊好啊 没想到这个东西这么可恶 那么就按照北辖课的话 把白亮给我轰出去 北辖秋天赶紧让人把白亮找来 白亮知道自己恐怕要麻烦 赶紧就跪下了 老辖秋天用手一指 白亮啊 攀黄两家知识 就是你一个人挑拨离间 从中蛊惑 老夫有心置你于死地 王爷心慈不忍 啊 从今天起 彪局内除名 来人哪 把白亮给我轰出去 不再启用 白亮到现在后悔也不行了 眼泪都流下来了 老侠客 轰料出去 小子我就走 只能是离开这彪局 北辖秋天秋佩宇 用手一指 王爷请您吩咐吧 好吧 你们要负责 给受伤的人员治伤 一切花费 有两号担负 那么有了残疾不能生活了 你们各自负责 生养死葬 抚恤家属 如果他们的孩子 一旦长大成人了 可以到标局干活 啊 这孩子要小 你们必须把他养到 能够自立 能挣饭吃为止 要是没儿没女的 你们双方标局 要负责养老 将来让他们入土为安 要负责到底 哎 王爷您怎么说 我们哥俩怎么听 再有 荒窜攀龙 你们为什么打家斗 斗啊 不为挣钱 为什么 为斗气 俗话说 你们哥俩是有钱 这闹油啊 我得讹你们哥俩出点钱 王爷您说吧 您说出来我们就办 好吧 你们在灵隐寺 预备几时捉席 邀请在座的英雄 一同前往 是 王爷转过头来 又跟北侠邱田说 邱老侠可 您是德高望重的老英雄 海川又是您的亲师弟 众位老少英雄 都有江湖的美称 我今天 借这机会 跟您说一声 借着您的脸面 让海川在北高峰上献衣 您给贺个号 不知邱老侠可 和众位老少英雄 意下如何呀 雍亲王印针 确实能抓得机会呀 北侠秋田秋佩宇 一句话 大家伙全都得去 借着北侠到了 给海川好贺个美称 邱老侠可明被站起身形 王爷您想的真周到 我先代表镇远贤弟 还有攀龙黄残 给您道谢 有您在 是一服压百货呀 至于给我师弟海川贺号 这是应当的 有件事 我还得求求王爷 哎呦 老侠可请说 王爷 请您赐块匾吧 将来他们哥俩的买卖 合在一起一定兴隆 不知道您肯不肯赐福 哎呀 用亲王印针是哈哈大笑 老侠命笔 本局 当仁不让啊 用亲王印针 要给双龙标局提匾 咱们下回再说